首届中韩青年领导者论坛在首尔开幕 中国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理黄教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李克强总理特别谈到在中韩两国都很普及的运动围棋 并以围棋为例 勉励青少年应该轻出于蓝而胜于蓝 后浪推前浪 创造出比上一代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为中国青年代表 围棋国手常浩和游泳名将宁泽涛也出席了本次论坛 他们表示自己将努力促进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 现在中韩的围棋交流也是非常的多 今后我想肯定随着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密切 肯定会交流更多 尤其是青少年的交流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总理也说了 然后还有很多的大家也都说了 因为两国的这种交流的基石在青年 所以也希望能更好地发挥青年的作用 也希望围棋能作为两国友谊的一个桥梁 这次其实更多来体验韩国的文化 因为我前两次来都是忙于比赛 然后并没有时间去感受韩国的文化呀 然后这些 这次来专门是挺不错的 然后也是第一次来首尔 真正我觉得韩国非常希望我去了解 因为他们和百年历史和千年历史 都和中国一直建立在那个很美好的友谊上 所以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多来了解这座城市 多来了解这些文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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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